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老师是不是前面是不是讲过咱们定义变量的一个语法 同学还记不记得定义变量的一个语法是什么 非常好 对不对 是不是我们说定义变量的一个语法呢 是变量名等于咱们的一个值 对不对 把变量名付给咱们的一个值 对吧 那么当然变量名的话呢 是不是程序员自定义的一个变量 也是不是要去满足咱们的一个叫做什么 标识符的一个命名规则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去定义变量 但是老师这里 要给同学们出一个小问题 老师呢 如果要去定义变量 那定义变量的一个数据呢 让老师帮同学们 就同学们帮老师去命名 好吧 那比如说啊 接下来我们要定义第一个变量 那么这个变量的话呢 肯定存储是存储数据 对不对 那么他要存储的数据是什么呢 就举个例子 叫汤姆 对不对 那这里我有个数据是汤姆 要存储在变量里面 那么这个变量名 我们应该叫什么比较好呢 那其实同学们想啊 汤姆这个是不是一个人的一个名字 或者说是一只猫的名字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取名的话呢 肯定是要按照标识符明规则 去定义这个变量名 是不是还要满足咱们的一个变量的一个命名习惯 对不对 见名之意 是不是 那接下来的话呢 比如说他是要存储人的一个名字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这样叫名字 比如说叫my-下滑线 name 对不对 现在老师定义的这个名字 是否满足咱们的一个标识符明规则呢 是不是满足啊 对吧 那有咱们的一个 是否有咱们的一个 由咱们的 叫什么呢 由咱们的一个数字字母下滑线所组成 对不对 是不是满足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是不是是不是要等号 对不对 等号给它付个值 对不对 等号然后加一个引号 是不是要用引号给它付起来 然后加一个tom 给它放下来 对吧 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命名 好吧 定义一个变量 那么定义完这个变量以后的话呢 老师要问问问题了 那么第二步我们要看什么 第二步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要去使用变量 对不对 使用变量 那怎么用呢 对吧 那使用的话呢 我们就来一个最简单的print 好吧 那么我们定义了这样的一个变量 叫做tom 对吧 那么我们打印的时候 是不是要去直接使用这个变量名呢 对吧 直接复制 粘贴 把这个变量名粘贴下来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在此情况之下啊 我们是不是定义的变量 也使用了变量 对不对 是不是要右键 接下来是不是要右键运行 看一下结果 对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右键run 运行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是控制来 是不是已经输出了这个tom tom 这三个字母了 对不对 也就是数据tom 已经完全输出了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既然已经定义了变量的话呢 比如说老师 接下来的话呢 这里再提一个需求 同学们还要帮老师定义一个变量 好吧 那我这个变量的话呢 仍然是要去存储 数据 对吧 那这个变量 我们要存储的是呢 新登 对吧 那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名字 我们该如何去定义呢 对不对 那像咱们的一个新登 是不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名字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命名 比如说啊 SCHOOL 然后NAMO 老师再加一个NAMO 学校名称吧 对不对 然后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 来把清登这两个给它沾过来 对吧 那么我就问一下 这个SCHOOL NAMO 是不是符合咱们的一个命名规范呢 是不是符合 对不对 那么它满足我们的哪一个命名习惯呢 对吧 满足哪一个命名习惯 是不是小托风 对吧 是不是小托风命名规则 对不对 老师说 小托风大托风 其实就看第一个单词是否大小写 对吧 如果是小写的话呢 那么就是小托风 大写的话呢 就是大托风 对不对 然后就是中间是不是等号负值 值是什么呢 值是就是这个清登 对不对 然后给它沾进来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其实就已经定义好了一个变量 对不对 所以啊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命名规则 好吧 那么紧跟着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就要再去用一下这个变量 对不对 我们就输出一下这个sicle name 对不对 那当我们输取完这个程序以后 我们再去右键运行 咱们同学们来看一下啊 是不是我们这个清登 这两个字就已经完美输出了 对吧 那么所以我们这里使用的这个变量 是不是也成功 对不对 是不是来了两个变量 我们都去定义 并且使用了 而且我们完美输出了 每一个变量的一个数据 啊 那么紧跟着啊 咱们进入到第三个啊 看变量的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咱们来看一看啊 呃 第一个特点 我们是不是先输出了这个汤姆 是不是第二行输出了这个清登 对不对 那为什么是先输出汤姆 后输出的是这个清登呢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诶 你你会看到啊 那第十 第这个八行 对吧 第十行到第十三行 第十三行 是不是输出了咱们的一个名称 对不对 所以咱们控制台 是不是也是根据 按据这个内容 按据这个代码 从上往下去执行的 对不对 诶 我们程序在解释 我们程序的一个解释系啊 在解释 在辞行这个代码过程当中呢 是不是按照咱们的一个代码 书写程序 书写顺序 至上而下去执行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特点的话呢 需要同学们去了解 其次变量还有什么特点呢 啊 同学们可以看一看啊 对吧 你看 呃 我们这个清登是不是两个汉字 对不对 而这里面是不是要 如果说要去栽 加一点这个汉字 比如说我是 我是清登 对吧 我爱Pathom 对吧 那接下来我问一下同学们 刚才斯古内姆 输出的是咱们的一个清登 对不对 但现在的话呢 数据变了 我输出的仍然是斯古内姆 那么最终从你们想一想 哎 我如果我们是解释器 那控制台输出的是什么 还是清登吗 对吧 哎 是不是就不是了 是不是就变成了这句话了 对不对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啊 当我们右肩运行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 哎 是不是我们发现了一个特点 你变量存储的数据是什么 从而他打印的内容 是不是就是什么 只要你的变量内容发生变化 哎 从而我们用这个变量的时候 变量是不是随着变量值的一个变化而变化 对不对 那也所以说 是不是因为这以后 如果你在工作场景下 如果我想输出的数据发生变化 只把变量的数据发生变化 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对吧 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程序员在做工作的一个效率 是不是就更加高一些了 对吧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变量 它的一个特点啊 这么一个小值得点 需要让大家同学们稍微的注意一下 那当我们到晚 写完以后的话呢 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 咱们回到咱们的一个课件当中 对吧 啊 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有一个manem等于一个tom 对吧 然后这是在干什么 啊 这是不是在定义咱们的一个变量 对不对 parentmanem是不是在使用变量 那么在schoolname这里面定义的一个变量 对不对 又是在定义变量 然后这里又使用变量 对不对 使用刚刚定义好的一个变量 哎 那么所以也就是说啊 我们程序员如果是要去使用变量 那么前提是我们先定义一个变量 然后再去使用一个变量 只要变量的数据发生变化 那么我们用这个变量得到的值也会发生变化 对不对 啊 那么这是我们使用变量的这个小值点 啊 那老师把使用变量的这个小值点讲完以后的话呢 呃 就在咱们就把这个视频稍微的暂停一下 好 嗯 嗯 嗯